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我们在看到的就是在众议院方面 那么在众议院方面对于在这个园外方面的资金 今天是通过了953.4亿美元的支援 以色列乌克兰包括台湾在内的法案 但是在众议院共和党籍的议长 麦克·姜森事先就已经放话 是会封杀这个法案 不会在众议院提出讨论 强深他主张相关内容 没有能够解决美国的边境安全 无法在众议院闯关成功 参议院是以70对29票通过这个案子 翻映出国会支持继续援助乌克兰 对抗俄罗斯的侵略 法案将额外提供乌克兰600亿美金 让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总金额 现在超过1700亿 并且援助以色列1140亿美金 来因应与哈马斯之间的战争 22名的共和党参议员 几乎与所有民主党参议员 一起支持这个法案 这些共和党人认为 法案对美国捍卫西方民主 抵御威权政权的威胁的国家 这个国际地位至关重要 他们把乌克兰战争视为 美国是否认真对抗 俄罗斯总统普丁等侵略者的关键考验 对以色列在加萨的军事行动 表示担忧的三名民主党核心小组成员 则投下反对票 在众院由于是质疑 援助乌克兰的声音更大 以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影响力 这个法案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的命运了 接着我们再来看总统大选方面 现任副总统贺锦丽在接受采访时 他说拒绝回答总统拜登是否年事已高 能不能够担任的问题 他仅表示他自己是已经准备好服务国家 也相信自己已经展示了他的领导能力 在评论方面则形容贺锦丽处理边境议题的成效 与预期有距离 现在尝试透过堕胎权的议题来吸引年轻 以及女性选民的支持 不过还需要继续努力 才可以争取更为广大的民众方面的信任 接着前总统川普又再度提起上诉联邦最高法院 要求法院搁置下级法庭的裁决 承认他享有司法豁免权 代表川普的律师是在昨天的最后期限 向高院提交了39页的文件 表示联邦上诉庭早前裁定总统不享有司法豁免权 但是这个结果将留下深远的印象 未来的总统可以因为任期内的言行 在现任后遭到刑事起诉 再也没有办法推行政策 那么现在川普面对四宗刑事案 其中司法部和乔治亚州各自 因为选举争议案提起了诉讼 为了化解司法部的这个案件 川普形容在2020年21年的事发时 他自己还是总统因此享有司法豁免权 可是联邦巡回上诉庭 在这个月6号裁定他败诉 同时还允许川普一方 在12号之前向最高法院上诉 而事实上他们已经在昨天 就已经这么样子做了 接着我们看到国防部长 现在奥斯顿国防部长 他因为急性膀胱问题再度入院 昨天他是全身麻醉接受了非手术治疗之后 医生预料他能够全面康复 在今天手术之后的第二天就可以正常工作 不过奥斯顿本人已经取消了 在今天原定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行程 好接着我们再看其他方面的这个新闻 我们看到这个是受到新一轮恶劣天气的影响 在纽约方面可能会出现两年来最为严重的暴风雪 整个的东北部也会因此变天 根据报道气象部门说 随着冷空气的逼近 由费城到罗德岛的这一部分 很多个州降雪的几率都大大的增加 相信降雪量最大的时间 就是在今天早上这个高峰通勤的时间 不管是菲勒导菲 纽约克 还是纽泽西的这个纽瓦克 这一次在今天早上上班都要受到影响了 那么明天朋友们是情人节 Valentine's Day 这个华人来讲 我们应该可以很幸运的两次情人节 一次是西方的情人节 大伙送的是巧克力跟玫瑰花 然后呢情人节这一天选择订婚的 结婚的不在少数 或者在这个情人节的前后的周末 订婚结婚的那真是不在少数呢 钻石珠宝首饰当然是一大选择 玫瑰花跟巧克力糖更是不能够轻忽 那么在华人除了在美国过西方情人节之外 农烈的七夕七月七号 又是雀桥相会中国的情人节 所以呢一年两次情人节 这真的是甜蜜啊 甜蜜再甜蜜 但是呢在明天这个情人节 我们却看到了 不那么情人不那么甜蜜的情形了 这个就是网约车相约 在情人节把工 要暂停多个城市往返机场方面的服务 那么在主要的是要争取 可以获得公平的工资 还有安全措施 包括了Uber Lifty在内的多个这个网约车平台 和Doordash这个外送平台的司机 计划明天要在各地 多个机场附近的城市发动罢工 同时也为了要吸引更多的司机加入 Lifty在一个礼拜前就说 他将会保证司机的每个礼拜收入 也开了美国在轿车行业的一个先例 那么借这个新闻也提醒大家 情人节是明天朋友们别忘了 情人节你要做的表示哦 没有情人的朋友 爱自己 自己当自己的情人 别忘了 爱好好爱自己 好那么在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看下一个新闻啊 我们看到的呢 是情人节的这一天啊 充满爱意的日子 不过也有人反对 也讨厌这个节日 认为呢 这只是一场 这个消费主义的一个骗局 但是呢 有商家和这个 有一些组织就来一个 另类的情人节 来拓展消费市场 在我们德州 Saint Antonio的动物园 就会趁这个机会 来举办募款 让民众象征性的 以前任的名字 你的X X的名字 或者来命名什么呢 这个X的名字 如果不是和平分手 彼此存在的 对方的极度不满 那么我们不能够说 捡小人啊 捡个小人来打小人 你可以把他的名字命名 蟑螂啊 或者其他的猫猫虫啊 或者是小老鼠啊 用他的 用你的X名字来命名 而这些动物呢 就是Saint Antonio的 动物园里面的动物 真的是另外一场商机啊 把他当作是动物园 其他动物的食物 哦呦 变成食物了 那么动物园 是在2020年开始举办 那么目前到现在 这一个活动 已经筹款超过 23万5千人 看起来大家对于前任啊 这个可以和平和睦的 分手还当朋友 彼此没有恨意的情形 这种机会不大 好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 在今天我们的五件新闻 你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霍美杰 那么今天是这个大年初四 正月初四啊 那么再度还是要祝朋友们 龙年奇祥如意健康 好 我们今天星期二 接下来12点半 还有和吴哲芳吴博士 带给朋友们 这个精彩的有机原地 别错过了 稍后和我一块收听 好 好 好 我好